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戏就要上演了 现在谁才是老大 欢迎继续收看B组的比赛 接下来是修行对阵莫言剑销 那么他们两个人我们刚刚看到了 其实都是我们刚刚看一下牌表 都是三套海盗体系 然后带一套慢点的牌 修行这边是带一个了一个宇宙树 而莫言剑销是有一个清玉德 是刚才我们也在在片头的时候 就之前还自己在聊 他们会互相有一个什么样的半选 因为清玉德感觉打宇宙树是优势 但宇宙树打海盗体系 比清玉德打海盗要稍微的好一些 反正就是剪刀石头布 都是有互相克制的 然后修行这边不一样的是一个海龙站 而莫言剑销这边是一个海盗站 现在海龙站比较流行一些 好像大部分的顺手型都是海龙站 就是全面一点 不至于被克制的那么死 然后一旦能够他碰上海盗站 前面能够苟住的话 是有一定优势 从今天的比赛来看 我们基本上只有 杰森州和莫言剑销 就是海盗站 其他人都是海龙站 对 就爆发力 它更前期一点 爆发力肯定是更强一些 对 所以就他们两个人的办选 是非常有意思 就是因为三个海盗体系 带一个那什么 然后两个人的贼跟萨都非常的接近 是 因为贼跟萨的话 其实基本上就是 可变动的空间并不多 对 然后比如说萨满一个人 都是青海萨 一个人是带了一个马桶 另外一个人是带了一个妖术 就是都是有一点点小的区别 所以这个对局应该也是会比较接近吧 对 而两个人也都是以黄金赛 冠军的身份来到这个 最终组织赛的舞台的 是的 沐原剑销是今年的第一战广州赛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的 然后修行是长沙 或者是正宗长沙吧 对 对 然后也都是 而修行今年 我今天连不止一个八强 成绩非常的好 对 双方 这个修行应该是白泽比较熟悉 因为毕竟是我的队友 对了 可以考虑一下双方互搬萨满 对 这是有可能 是 萨满都是现在 基本上是最强力的职业之一了 对 因为萨满去打盗贼 肯定是优势的 打战士 然后打战士都还好 也不吃亏 然后那双方这个术师跟德就很有意思了 是 这两个人不知道要怎么来 一会儿的比赛当中 他们互相一些 就是这个战术层面的一些算计 也是很有意思 比如先上什么职业后上什么职业 对 这个可能会影响这场比赛的一个胜负 因为套牌还是比较接近的 对 而且看这套术师 能不能从海盗站或者萨满这里跑掉 因为打奇迹贼或者轻易得有一点难打 对 所以这边感觉上应该是不会办术师 那边的话应该也是 虽然术师跑不赢轻易得 但是海盗打轻易得都还可以 感觉 肯定也不会办德鲁伊 感觉上是不会办的 德鲁伊属于一个狐狸的话 谁都能打 但是不狐狸的话 其实很多科工卡组很轻松就给冲掉了 对 而且他打宇宙术其实也没那么绝对 如果是术师前进狐一点 然后德鲁伊卡一点 很容易被什么三领之类的压死 对 一个八八如果没有福根解的话 基本上会被踢好几脚 或者现在的术师都是有斩杀的 轻易得只要 那如果狐肯定是德鲁伊的优势 如果不狐的话 术师这边是可以打的 对 而且得狐起来的话 打术师其实还需要很多过牌 你光是成长起来的话 可能后边一旦断了节奏了 术师还是有机会的 对 因为现在轻易得是不带斩杀的 对 术师可以安心地卖血 然后等机会变大王也好 或者是上大怪也好 对 或者是一波扭曲虚空 压个末日 反手 对 然后这边 战士我觉得 可能还是海龙战打 海盗战比较优势一些 强的关系 以及三三中锋 这是一个海龙战非常大的优势 可以迅猛地冲掉这个蹩脚的海盗 战场能力很强 是 对 但是海盗战打比如说奇迹贼 打宇宙树 都会更优一点 因为它比较凶 而且有斩杀手段 不像海龙战 基本上只能等大罗斯 对 罗斯一个 打着打着 闭眼斩杀 对 就是 就你这回的闭眼不一样 就希望到不了自己了 因为就直接把对面捶死 捶不死可能 也到不了自己了 是 所以说海龙战的话 尴尬的咱就回去斩杀的能力 对 这次赛事也是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 其实很少打这种六人一组的一个比赛 反正我的理解下 就是第一轮业赢了的话 就会 心理上优势会非常非常的大 对 而且我们大概觉得 四杠一几乎是可以确定出现 因为一个小组出现两个 三杠二的话 加赛的可能性 对 包括小分以及胜负关系 加赛的可能性 实际上 三杠二比较 比较有一个五杠零出现 就是有一个人 横扫 对 然后其他有些三杠二 还得有一个像你这种 可能是零杠五 然后大家就是 对 就是那种 两头 那种仿锤型的这样一个结构 对 所以这次比赛 像这种比赛 白泽如果你要是去 就是打的话 你可能会带什么几辆卡组 我就会带那种 比较不容易被针对 也不去针对别人的 就像他们的卡组一样 就是比较 差不多 因为现在的卡组 你不是说要针对某一个对手 你要打五轮 不能换 对 而且主流的卡组 基本上很难被针对到 对 至少要保证自己能够赢三轮 至少有一个加赛的机会 然后四胜的话 我感觉上就比较稳了 但是很难 如果你第一轮输了 后面想出现 首先你胜负关系 你先输一个 然后其次你需要后面四轮 全都拿下 这个实际上难度非常的高 如果第一轮赢了的话 至少好一点吧 对 心里轻松不少 对对对 所以这个赛制也是很有意思 这是 应该是解说这么多比赛 包括参加这么多比赛 要长的一个赛制 就是对选手 这个卡组能力要很强 对对对 跟黄金赛的圆桌不一样 跟我们四人小组的双败不一样 就是 还是挺不一样的吧 然后也看看 你可能上来就0.2了 但是你其实并没有滚出 你还是有一个理论上的机会 这个也是不一样的 这虽然准备卡组也是不一样 就是要打五轮的一个牌 对 就是一定要全面性很高 而且不能像汉姆士兰这种 对就 身为很针对的卡组 可能就 反正今天但是赢了不错 对 然后 所以我们期待他的战绩 哪怕现在海盗体系 因为海盗体系都跟武器有关的 所以虽然海盗体系现在这么火 但是实际上软泥怪并不是很多 对 比如我们之前两天在双人线开赛 那软泥怪满天飞 一个卡组先C两个小软 对 然后发现对面没有 就一个软不要 今天这个大家可能有的牌放了一个 有卡位放一个 没有卡位就算了 对 一般都放一个 有人会带哈里森 但是最多有一个 一般是中速萨带一个哈里森 它也是补一个过牌 然后海盗体系非常的多 对 因为现在的T1的三个职业 一套宇宙树 一套奇迹贼 一套青海赛 那么T1稍微下面一点的 就是海盗站或者海龙站 除了宇宙树 小软其实都能吃到东西 因为三个武器职业 就算打宇宙树的话 变个大王也还可以 然后德鲁伊感觉上 就是不是很常见的一个职业 包括骑士 德鲁伊还行 骑士比较少见 哈姆士郎 德鲁伊还是应该会有不少 今天的比赛比较少 但是之后还有很多选手 会带德鲁伊这个卡组 今天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牧师 所以哈姆士郎 没有选择拯救牧师 猎人现在彻底是比赛里面 拯救不动了已经 主要哈姆士郎 要玩牧师的话 肯定我相信他不会 虚拨逐流玩个龙牧的 玩个脏牧之类的 但是实际上又真的是 可能宇宙牧 宇宙牧 然后发现考达拉幼龙 或者是大富翁 或者是OTK的宇宙牧 还挺强的 但是他放弃了这个选择 今天的结果还不错 他是取称了 对他的结果来说 而且他也是选择了一个 大家不太选择的牌 就是愚人骑 其实我觉得还挺好 只让我们保持一个 卡组的多样性 现在也是八大职业 打天踢的话 愚人骑太慢了 没打一会儿 海盗体系特别多 可是打比赛的话 其实还行 打贼也不是优势 因为打比赛的话 大部分都会有一个 宇宙树来给你抓 是你把贼一半掉 基本上你就没有 太多劣势职业了 他有一个很优势的职业 前面有自走炮什么的 然后你的奶也比较多 如果不是海 但因为海盗战是很难狗的 然后其他的一些职业 还是相对能够 比海盗战慢一点 还是很有机会狗活下来的 那么他们两个这边 我们猜一下办选吧 感觉刚才是 假如说你是 你是墨炎见削 我是修行 对吧 然后让几个 来自来才让我能办选 这个其实 假如我是修行的话 我可能会办你的 萨满吗 我会办你的 萨满 萨满 应该是萨满 因为你的海盗战很好打 对我来说 我感觉 那我就觉得这个轻易得 就有点尴尬 是 好 那我们看这边是 墨炎见削 这是今年广州 黄炎赛的冠军 对 然后本轮的四个职业 是 深圳的小伙子 看着就一脸凶小 莫言尽销 这个原子非常霸气 然后在广州的时候也是 就是赛后采访 也是非常的霸气 那边 我就是来拿冠军的 是 好修行 修行 是吧 感觉让他的状态更轻松一点 他脸上的表情更轻松一点 这有点谦虚了 这个是谦虚了 对 反正比里边强很多 随便找出个战机 都比里边强 对 因为这边强没打的 我传说 这个都写不出来这一条 好吧 你不是今天刚上传说吗 说着你上的是传说 好 你们都过然是 过然是互搬散 还是白头 比较多一些 确实是 因为不可能一个伴术 是一个伴德 对 然后 这次仨人 拼拼好 其实也可以吧 但是可能就是 对 在真正性上 真正性上 没有那么的有意思了 而且如果双方约好了 我扳你这个 你扳我这个还行 我扳了你的德 你不扳我的术 我就可以了 很尴尬 对吧 所以这个比赛 大家肯定都是 还是会想要 拿到金炉石 然后 而且前两年 所有的冠军 因为大家参加比赛 都要签署一个协议 就是如果你拿了冠军 你是拿钱 还是拿炉石 我意想起来 也没有人选择钱 都是觉得 都是想奔着 最高的一个荣誉 对 反正我是上来就淘汰了 我也不知道 有这个协议 其实这个协议就是 我记得每个参赛选手都有 但是那天可能 打完败者组 哎呦这个人忘钱算了 他已经过满了 对吧 行行 你们还在游在 感觉很难受 不知道为什么 看这两人首发值 也就很有意思了 这个术士跟德的 出场时机 是 你看都没有感觉到 海盗战 海盗战 那一开始抓到了 因为这个贼 最好难打的就是海盗战了 对 因为这个贼 他没什么回血 就看这个贼三倍 能不能做一个巨犯 对 这个犯肯定留下来了 后手还不错 真心我都 不要了 反正 考虑一下别留了 我想找一个贝斯 做个大分 贝斯和剃骨都行 因为现在没有法术 对 哎 伊菲狐了 谁狐了 海盗战一半般 海盗战现在是有把刀 但是没有伊菲局限 那是有点尴尬 没有海盗 那这个 哪怕你砍到我的 别角海盗 优势也在 贼这一边的感觉 是 就这个海盗战的骑手 以海盗战来说 是比较差了 因为连海盗都没有 是 贝来了 这时候 但是可能打海盗战 用处不是很大 是 这边砍了 就把刀先砍掉 这边提把刀吧 这边 零出四四 看情况吧 如果刀上 没有 那就先转个刀 转个刀下窝可以 转个刀下窝会有梦想 也可以也可以 对对对 特别特别大的范 而且他至少是个六六 盗贼如果能来个贝斯 或者刺骨的话 就特别晚 对就炸了 那而且海盗战是 这海盗战一般是没有斩杀的 哦 那这边应该是个三二四 先顶一下 三二四要不要砍就是 不砍了吧 这个怕什么 怕贝斯 或者怕个冷血 哎 哦 那有抉择了 是刷大饭的 还是刷这个任务大人 先看一个吹吹海盗 实在不行 我就硬币军期 然后砍砍把它解了 解了就算了 也可以接受 怎么都得解 你只卖两血嘛 是 如果能有个英雄打击的话 就刷大饭了 是的 乱斗 对 暂时没有用 但是 好像在这个对局 确实没什么用 因为让海盗战战场的话 你也离死不远 对对对对 这个地方你说他会不会考虑刷个六六大饭 因为对面可能逼定解得了 他可能还是想军期解了 因为17的话可能只剩一个一击了 对吧 会因为砍掉 是 六六饭的话 万一对面解不了 就算 看他摊还是 还是对面你顶着黄战势还是能解 呃 就砍一刀 然后 哎呀 暴乱送 是 那这边就是 但是 手牌不舒服 就不要服 这个三三还解吗 我觉得有可能特别不解了 直接抢脸 他全撞 然后 应该是会卡掉军期的 还是要稍微把点抢脸 对 还是不能让贼战场 因为天然冷血的话 会爆发恐怖的伤害 哦 贝斯来了 那应该涉饭了 但是 先杀个小饭 小饭的话能成长 这样的话能在宦怪之中有优势 他在逼着你来换我 因为他被刺刷大饭 其实也就是个四四 那交四一代发的话 交四一代发感觉有点亏 除了有加基森 不愿意这么交四一代发的 对 这样的话 把他被刺掉之后 自己还剩个三 四四也还行 三三也还行 这一个不好解的 对 这是骗打脸的 他是两个这个 银色骑手 只有一个南海船长 对 而且他逼着海盗战 一直来跟我去换怪的话 好事 对贼是好事 对 这边是提奥金服砍吗 还是上一个三二一撞 两把奥金服砍 那肯定让我去死了 对 他是不是在想过 砍谁 代表了多少 对 你这活砍脸的话 十九十七 然后下回我九加 你下回我可以等于 英雄打击加那个吗 你对我 这活砍完是 十七 他回处数不一定 对 尤其是有一个 会成长的怪在场 很厉害 万一就刷刷刷刷 是 可能就不够了 对 那他再算一下 他下回我打得四 从我们的视角来看 他可能砍脸更好一点 因为这手是没有各种 龙姐呀 火车王之类的牌的 他刷不起来 但是 不要让他刷起来 从他的视角来看 我觉得我砍了 还是优势 对 我两把我先扶 是 哦 来了 来了 那现在上个蓝龙 再扛四点伤害 但这个二一解救不了的话 每活提亮点血 其实也挺烦的 对 是 你要不解的话 他就一直有生的 那也不能砍两刀 是 是 还耽误自己事 哇 这边伤害好足 那就不解了 这边是 九四 十三 十五 我觉得他可以冲锋 然后加一个应用打击 下一个后再一把刀 再加一个应用打击 好像基本上就要杀了吧 是这样 对 慕斯特伤害是不是要死了 这回合没死 就下回 对 上回我看脸 我都没死 他把这些伤害全打出去 下一回就死了 对啊 那我贼是没有加血的 那贼应该是没有办法了 对啊 也没有 除非说 吹吹海道找那个加血 或者是嘲讽 对 对 能加多少了 对 而且你两个二一还是解不了的 这个是最尴尬的 哪怕你能加血起来的话 二一你还是处理不了 对 也不行 还是劣势太大了 这个对局 这个对局劣势比较大 就是说早点刷一个巨犯 可是他一直没有一个 很好的法术 那去刷这个犯 对 三费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刺骨的话 刚好刷一个很大的犯 可能很能赢 对 八八以上的犯 你打三下就赢了 对 或者那个会儿 如果不交军期刷个六六的话 但是这时候也很好解 因为有游泳打击在 刷六六 我觉得结果也差不多了 对 不太强 至少八八以上感觉才有一定的价值 那这边是要四一大发 我感觉是要出乱斗了 自信一点 因为反正二一解不了 乱斗之后 如果说剩的是蓝龙的话 上个大饭 如果剩的是对面怪的话 那也硬着头皮上大饭 对 只能先斗一下 龙要先打脸吧 对 或者撞一个二一 不好 打脸 图有可能解一个怪 但是解怪其实也没什么意义了 因为要卖连解 他可能想还是有梦想 他这么刷 有可能想过对面打不死的话 有可能叫杀 对吧 他是这么一个考虑 因为这样的话成功是一个 八加七十五十五战时 刚好 但是如果对面转甲自己抽伤害 对 他这么打没问题 修行这个打法挺好的 是的 因为实际上给你留了两点厂攻 对 尽量的去降低你的这样一个厂攻 我已经像这边装了一个神抽 我们看修行就很就很懊恼 如果他是左手掏出来的伤害 可能 这个是属于摩西 摩西线的一个小战术 对 小心机 对 在比赛里面装一手神抽 让你觉得 如果你不神抽我就赢了 来打了 然后对二 尤其是第一把 对 对面的一个心理 让你觉得自己好像打错了的感觉 其实我们三级视角看到他没有打错 但他也不知道 对 对 这个在比赛里面 其实还是算是一个小技巧 是一个比较实用的 是的 这手打的可以说是挺亮眼的 而且我们看到修行打的也是非常好的 在最后有哥哥觉得自己 就是乱斗成功的话 可能也必须能赢的情况下 选择最果断的一种 最大化的攻击力输出 对 因为你乱斗成功了 你也不可能在下一核打死 你给对面多抽一张牌 对面是海盗战 多抽一张牌伤害非常的足 很有可能 你死的概率也非常非常高 立刻去赌对面没有伤害 对对对 而且他现在也是 怎么说 他今年算身经百战吧 黄金海经常 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然后应该也不会受太大的影响 是 打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手 那么第二局的话 对面战士跑掉了 这可能也是一个计划内 因为他的宇宙术 防海盗战的话 反正都是不好打的 就除了海盗战好打 对 就不够好的 因为有斩杀的版本 就不够好打海盗战 因为海盗龙战 反而宇宙术好打一些 只要把你怪都解掉就OK 对对 海盗战的话 有可能 海盗战经常 我手里捏着雷诺五飞就死 不敢下 对 或者是下了以后 第二条命令就给你打翻了 对 那么这边 无言剑销 想去抓树 是放了个德 又抓到 结果这边还是 贼 但是德这里 其实有个成长 是 贼是优势 但是德有个成长 你还有机会打 这边有加急森的 它是属于是针对快攻一些的 有一个子罗兰 哇 这机身 有个子罗兰 对 有个子罗兰 真的快攻 两个加急森 其实并不是坏事 就要看他中期 能不能有一个四四五了 四五四了 这个盗墓匪贼 对他来说 现在非常关键 因为两个加急森 比较卡手 先上一个 国体根区 目的是防海盗吧 应该是防一手海盗 哦 果然防住了 那我就 那我就转到了 这边成长 成长 然后之后蓝龙 其实这个 火力根区可能有点浪费 因为毕竟对手 是一个有武器的职业 就是能补刀的职业 这个火力根区 我觉得你先手还行 先手能凑到 可能血会多一点 对对对 不蹭血倒是其次 主要是对面 很容易前进没事 敢把你解掉 你就觉得白亏一张卡 特别感慨 你要不要 感觉不太好 不太好 上一个R 还是身边海盗出了 对 我的想法就是 能出的时候 一定要不知道 哪会会就摸到帕奇斯了 这个反手成个根区 也挺好的 根区还不错 子罗兰还可以 是 他这边这回合 还可以 别蓝龙可以解 别蓝龙被刺解 但是被刺他舍得叫吗 他我和我交根区啊 子罗兰被刺不好吗 我觉得 跟虚加三三 他想直接滋养 成开了 那就可以 踏踏实处 他蓝龙很舒服 是 我找到是 被刺留给 那个 杰基森好一点 因为手里有的 杰基森非常卡手 我人见晓 也是知道节奏非常的重要 一点都不看 这边下我自己有蓝龙 哇 我完全鬼抽 这个C再发 对于这个贼来说 是一个最好的牌了 因为手里有的杰基森 以及还有个任务达人 对 还有子罗兰 就所有的牌 都需要一张法术牌来启动 那硬头皮解备 找到了 对 反正先找 找完以后 不行的话就变脸 轻余战放 是不是我觉得还可以 出两个轻余战放算了 那乌鸦神像明 他这活肯定要解 他这活必然是三加二 变脸 你有一个横扫 他生的一 其实并没有那么怕 他哪有横扫 他刚抽的横扫 对 但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都可能有横扫 而且你只这样的话 是我的想法 只能独身抽 如果你还有碧蓝龙 因为你只要有一个横扫 他在一一一 没什么用 而且轻欲的话 能让你的 就是可能起都更快一些 对 就快好多 这边就应该是 小上一个吧 就是给对面点压力 我觉得 上什么呢 就上一个三费的一个玩意儿 上一个军期感觉 不是 上一个那个什么样 打任务打任务打任务 那任务打任以后 纯麦吗 总不能切个刀吧 打个更须 也不对啊 双双也不厉害 主要你打脸也不对 是造那什么也不对 因为任务打任对面 万一解不了的话 下游几次开刷 任务打任务会很大 就很舒服 然后 那你这种运气选手 你还不如我德鲁伊赌个横扫呢 你这个还 对面解不了一个二二的任务打任 太难了 倒也是 至少就应该能做个四四的时候 再刷 比较有价值 是 就一个任务打人换个横扫出来 嗯 对 这边蓝龙加 跟虚加 我没有成长的费用 非常尴尬 分度要不要打 应该不打 不值 这边可以加基森刷四张牌 三张牌 三张牌要不要刷 还是刷任务打人 因为加基森站得住 然后任务还有第二个 因为有两个 哦 盗墓匪贼来了 但是暂时没有用 这回我肯定不会刷盗墓匪贼的 刷盗墓匪贼要把法术全用出去 加基森就没得刷了 不如直接用加基森刷 我也觉得加基森好一点 但是刷任务打人还是刷加基森 他选择刷加基森 需要牌啊 任务打人一旦刷起来被解了 还是刷加基森好 因为任务打人刷完了以后 手里两个加基森 没有法术太尴尬了 是 如果是七费的话就舒服了 对对 就可以直接上 任务打人加 黑贼再刷 对 哦 贝斯又来了 还不错 还能刷 对 是 冷血 暂时没有用 但是至少十张法术牌 可以低费刷 哎 屁股不错 那么这边是一个 应该就不刷了 刀砍一刀是防什么的 我们看看他有没有 我也想两个愤怒打掉 这样能过一张 然后轻易绽放 哎 呃 滋养 滋养 滋养横扫吧 嗯 横扫打他的话有什么用吗 紫罗兰挤掉以后 横扫应该没有用处的 分怒是吧 也就是打四 横扫可以打脸啊 不是啊 横扫 分怒可以几块 打脸有什么用 他是轻易得 对对 因为他抽到滋养了 抽到滋养的话 就是他手牌够了 就不需要两个分头 几个分头就过牌了 我刚刚说的时候 他还没有抽到 是 那这边应该上四肥子牌吧 四加三好吗 四加三有风险 对 这回合就是他叫了一个 要不要卖任务大人 我觉得斐贼 这回合是一定要上的 对对 你斐贼完了 你的加益森会变得更好 是 就是任务大人给压力 他要打下大人 过牌还是给压力 我觉得可以考虑 一种务大人吧 我挺想上任务大人 刀善加斐贼的话 压力不大 下个八肺 也是只能刷一个 对 就是任务大人 其实提前战场 刷起来才厉害 要是说 强行刷大的话 其实刷不大 不如价范好用 其实任务大人 加斐贼挺好的 因为他刚交了一个横扫 对 希望是他只能接我一个 好 这边还是斐贼了 算是斐贼 那 某一几项地边 应该会开始 搞这个清语了 再不搞的花椒晚了 现在从一开始 对法分路 现在他一 已经很晚了 已经跟不上 贼的节奏了 那现在场面 还是可以的 看这边第二个 加一生能 没有什么惊喜 门棍 门棍的话 这不太好 他这个闷了太亏了 给我个任务吧 先被刺 被刺剃骨结 那就 那就 加基森不刷了 先刷个大的达人 七五十六 那什么 砍一刀 这样的话 还留三个法术 小伙 加基森还是能 再过一波 还得 而且加基森 最好是配合 场上有怪的时候 刷冷血 对 而且这个达人是五五 横扫是不吃的 分动的话也解不掉 只有只怕 横扫变脸什么之类的 但横扫变脸的话 六倍之类的 不过这个德 手里解牌真的多 什么都能解 是 这边可以双解 双解的话 能战怪们 五加二 能战 能战个蓝龙 或者我觉得 这块打 清余战放 是不是快一点 把激活留下来 因为手里有加基森在 而且清余战放 早晚要打 能上一个三三 不解了吧 哦 那也可以 看来是不解的 看下下活激活 那我觉得其实 如果激活上个 清余战放好一点 因为蓝龙 现在来说的话 不解了下活加基森 还要好爽啊 等于两个 我觉得这个蓝龙上的 其实意义不大 对啊 对不对 就等于两个加基森 而且两费加基森 还是打了三 是啊 真不如上个清余战放 把你的清余战先养一养 而且清余战放 还能过个牌 呃 不能办 他实费是有成长效果的 哦 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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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另外一张牌 也是妙手空空的 妙手空空可以 所以要点小刷一下 有一点尴尬 能过得闷回去的话 他有点怕对面 本来就没牌了 你再给他闷回来 楼头又有牌了 不舒服 这主要是第二个加基森 对 但是冷血直接贴 肯定不太现实 因为对面 没准还有第三个解牌 他的牌是没有隐藏的 对 硬着特别闷了吧 你不能不刷了 你就刷到一半了 那现在冷血刷 其实闷了也行 因为对面的登录 也没有五十大数 是 就是蓝龙再出的话 也很慢节奏 就没有什么特别需要闷的目标 对面的解牌 横扫是找的 交了两个愤怒 哦 司机战发来了 不错 那又可以多刷一张牌 非常关键 吹吹海盗 也是像不错的牌 先吹一下 先吹 呃 缓了 再吹吧 得拿到一个 他就不吹了吧 那就出一费的牌了吧 一加二吧 是 哎 他先上这个吗 我觉得这张最左边那个好一点 对 因为 厂攻会高 对 反正下火肯定有费用便当 这个要是有个横扫就舒服了 那就加基森去找 加基森可以刷一步 加基森找 找只能 但一只也呢 只能找一张 只能找一张大概率 那跟蓝龙找的概率一样的 是 但有梦想 加基森可能找到一个根须啊 或者是什么 乌鸦实际上 我们多找一张大概率 点点头 哇 我什么东西 指了一下 哇 真的厉害 这一下 德有机会了 因为贼这边把冷血掉了以后 伤害不一定够了 这个夏依森都处理不掉了 暂时处理不掉 我相信还是能处理了的话 节奏上也不会太好 只要接下来给这个德鲁伊 掌握主导权 他的轻易刷备大 是的 还可以 还就是六个小贩 还行 六杠六了 也可以了 就是场面来说的话 两核之内还是贼优势 但是 德里边一旦说反弱场的话 贼就不好打 对 比如清语之灵就吓人了 这个还厉害 那就艾亚加那个三费牌吧 现在场空是十 你敢不出墙吗 我觉得只能不出墙了 我觉得墙可以下有核再出 对 这个墙是等于白卖的 对 因为是三六被六六踩死的嘛 而且已知他的法术运都差不多了 横扫分度什么的 基本又光了 还有一张横扫好像 对 因为第一个横扫是找的 找的对 如果你给对面留个六三的话 大概你下回二是解不了的 你等于是一直让对面站着 节奏抢击血 那更不舒服 不如这波 硬的头皮走吧 可以 想赢的话应该是这么打 这边墨爷也在犹豫 我会不会死 对 二十血上面时间场空吗 哦 还是走了这么打 这么打的话 二二三三 但其实对面的伤害只剩一张 火虫王和冷血 对 一张冷血 一张火虫王 除非火虫王冷血存在手里边 否则的话是打不死的 谢谢你的遗产 传出 欧叶 这波肯定欧叶了 呃 六六撞一下的了 二二三三就不解了吧 打脸吧 要想伤害了吧 他还想解一下 他解 我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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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解二二比解三三好 因为 他解三三的话 对面就不能去 这个三血的犯 要不然打红嫂 要不然变得了 有道理 有道理 对 他只是想保这个犯 就这么打只怕一张红嫂 对 鼻蓝龙去找 艾牙救不了这个场 是 成长找和鼻蓝龙找哪个好 成长找的话 能找到一些其他牌吗 我们想一想 六三六这是第二个了 还是蓝龙好 因为蓝龙大嫂的话 场面那些 对对 二二都死了 就是梦想更大一次 有没有红嫂 最后一张红嫂 莫言的表现 非常关键 佛根 辅谁呢 都挺大的 只副六三 副六三 撞四四 然后 撞四一 再打个成功 那先成长吧 反正变脸也不会变了 除非他打算 佛根六三 然后撞 除非他要跟脸去咬四一 对 他是不是还有一个根须啊 哦 那这么打的话 那就是变脸咬了 他如果 那还有一张根须 你如果有一个根须 找到打死那个什么 变脸咬了四一啊 我觉得成长好一点 因为 直接辅根了 他这样打 就是多捡一个怪吗 蓝有龙 这样是二十减四十六血 对 这边产工 不重要 反正两伏之类都是 是 想出任何一张牌 德有没有 就再来个强 这张牌挺厉害的 六三六八四已经那啥 其实这张牌挺厉害的 在这个情况下 哇 死了 死了吗 死了吗 死了 差一 差一差一 中大十五 没事 先给他打成一血 哈哈哈哈 反正不知道收什么了已经 而且这德鲁伊 两个加八甲都用过了 对 他要变脸 他要把这龙解 然后两个墙也没了 可以 其实我觉得可以不解 因为这个德鲁伊 他的没有墙 没有奶 对 最多红草把你扫 这样的话 他什么都没了 打成一血的话 下一个是稳叫杀 他还有个乌鸦神像 好像可以找个木材 他想解也行 解的其实也不知道怎么说 也挺稳 这个站的会比较稳一点 这个就是 魔鬼经销之间 没有选择拼一波 一波 推的牌 推的集都太多了 我觉得这么稳着打 没什么太大问题 你8-5 当然有可能犯2 但德鲁伊解不了 是的 这边梦想派来了 能找到什么 找生物 找生物干啥 死亡之一也不好使 你不能自然平衡 主要是法术 真的是 愤怒过一个横扫 能几了一只85 愤怒 你就不减85 然后再丢一个怪下去 等着他翻2 对 来得很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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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是这样 这个打法还真是一个唯一的用法可 对啊 因为你只能是愤怒 然后那就愤怒打62 然后找一个红扫 等他翻2 实在不行 他还有那个什么 还能再找一下 是 再找一下 但是成长找的话就没有 没有 哎 还有怪 还能翻2 红扫有没有 有红扫的话翻案还真有机会 没有了 GG 那不行 那现在是比分来到1比1 是的 然后一边跑了贼 一边跑了战士 还可以吧 就是双方不要 其实差不多 这两个之业都是比较好跑的 很难关注的 该跑早晚要跑 对 然后 关键就看双方这个清宜德跟宇宙树了 对 什么时候撞上 然后是宇宙树先从海盗这边跑 还是清宇德抓住宇宙树 对 这是挺有意思的 对 然后每个人剩两个职业 清宇那边战士感觉上海龙战 如果我是他 我可能会打这个海龙战出来 因为比较稳定嘛 对 然后 太怕其他职业 打清宇德应该也是一个小的优势 我自己觉得 因为他上一趟树式 树式打奇奇贼跟清宇德 都有点难 还是先上战士好 对 现在清宇这个树式不是很好跑 这边秀星上的是海龙战 而莫言里边继续上的是德 德这边 三位留一下吧 三位是要留 有用吗 我们想一想 海龙战就解海盗体系吗 就解一位一二海盗吗 那也很亏气 这个很好 一活成长 二活绽放 这个节奏非常好 是的 现在就是多了两个 天呼其手 清宇德之所以 还是有他非常大的一个生存空间 这边也不错 也胡了 本来是没那么胡的 现在就挺胡的 但我知道你是海龙战打回这么快 我会按我的节奏去打成长的 对 这块肯定不要跟虚了 他要跟虚了 对 我个人感觉不好啊 我个人感觉 我是会打成长 对啊 我也会 因为两个成长 就是对面下活 你把刀砍你的话 其实对面亏节奏的 对吧 不提到的话 就是一个易攻怪 你不用理他 下活再说嘛 就太太着急了 这个解的 因为对面现在暂时 是个易攻怪 那就成长呗 那成长 你的跟虚不能打了 那就去打呗 打两个一 下活好 便连脚咬三二 但是这个三二一辈子都戒不了了 但还是得成长了 这个分 他只能这样放剩个一 也可以啊 也行 这下活四个分 可能是承转加变脸 承转加分动 我觉得这变化就比较多了 是 哦 这边系列我卡里活了手 不过有把刀还行 刀砍了吧 就不不抢这个三角身害了 我觉得 因为一撞的话少一个怪 三二撞的话不好 但这一会被横扫顺便带走 他这么想 看算伤害了 横扫能接受吧 我觉得这个地方红扫 横扫又不能扫金龙 对 就可以接受 对 就是刀砍的我觉得挺舒服的 就看这一 只要能踢两回合 其实就赚了 是的 而且一要浪费对面的节奏去解 变脸也好啊 或者什么分动也好 我觉得还是砍了好 慢脸砍了算了 这个刀又不能停对边费用 又不是 如果是海盗战的话 我觉得刀能留着升级 对对对 不就算海盗战应该也砍 因为有个海盗的活种 对 这个海盗种子没了的话 升级也升级不了了 那么 他的人 休息这边还挺舒服的 手里有龙 四五六 都会都会都很舒服 看看德鲁一 盯不盯得住 德鲁一虽然前期有两个成长 但他手里没什么 没怪 能撑得起门面的东西 是的 我其实也是 还是不贪 我们看看 莫言继销这边有没有 有没有软 如果没有软的话 他倒可以考虑溜刀 呃 他这边的 没有软 德是没有软的 那倒可以 他如果记着的话 他可以考虑 怎么撞溜刀 行 那就成长加 根虚 根虚打 根虚其实骗子 我觉得还是变个脸吧 其实还是变脸好 根虚就是骗子 你对面肯定会 那把刀给你砍掉的 不会让你白换我的 我那把刀 这个意义就要砍一个 这个意义就要砍了 砍个一 他另外 你四三不能去吃另一个意义吧 那就是一个横扫 是的 但是四三解的话 又觉得很亏 那如果全打脸呢 全打脸的话 对面就很舒服了 一个愤怒撞一下 就全解了 对 还能加八点 卡肯定是要砍一个 就探四三 要不要解另外一个 对 防不防 红扫这个问题 OK 不防了 行了 那这边只能愤怒 加变脸解 哎 还能上一个一 不错 二 对 还可以 嗯 因为轻易现在能成长的话 已经非常舒服了 他不会瘫到下波打 打六加一 六加一这加一 现在价值 并没有 也可以 因为是 但是他现在上个二 对面一刀砍掉 感觉也是 也没什么 又只是买了一耐久而已 对 对 就下活六加一 好歹有的刷 要不然下活再来一个法术 你就更尴尬了 我看这得血 现在已经有点低了 官长来不错 从脸上打了 是下活 是下活直接出九九了 九九没有福根的话 是结束了的 然后没牌了 官长补 这海龙战顺起来比 那什么要厉害 那就扫了吧 扫了加把加加 这只能横扫加加 主要你加了加 他还是九九 是 这个加要早点加还好一点 哦 强行 硬刷一个 硬刷 硬刷刷激活也没有用 因为只有法术背识 这还真 正在给他换了 就相当于我下个四四嘲讽 对 是 那就是拿四四买买五四了 你还可以 还可以 那这边上个九九 他一手的话上个二三砍 不太合适 还是上去就好 就上九九吧 然后砍了二二 你官长出了之后 手里还会有龙的 就没过来 是的 全解了 而且德雷只有一张福根可以解 对 对 如果解不了下活 你就其实从他手牌来讲 已经要死了 叫杀了 对 我想 我们现在他如果不解的话 有好处吗 好像没什么太大好处 因为早晚要推这个六费 去出这个牌的 是 差两点没打死吗 对 一块砍脸怎么样 砍脸的话 小伙子能叫杀 我觉得砍脸圈也行 因为一个二二 他也不能干脸 是的 好 这样需要抽个龙才行 对 成转好烂 加八血变两过 德鲁一 那你不加 那只能这么玩了 太难赢了 你需要下活来加基森 然后还有多好的牌 加基森不好用了 我觉得现在需要强了 就是这个怪你得紧的呀 就是这个怪你得等 顶住我 加基森激活 他首先需要一张腹根 然后给个小群里 先把这个啾啾解了 对 你需要加基森激活 腹根 然后再 连续的那什么 什么这样 就是还并不是没有机会 因为这两天 无论是我们 总决赛还是先开赛 都有很多大猎势翻盘的 这样一个局面 不 先开赛的话 是因为牌组都比较low 然后打到后期 不知道怎么赢了已经 所以他才能翻盘 这个这个标准比赛的话 还是挺难翻盘的 就是太大劣势了 因为对手的强度 肯定是够高的 但比如刚才那个极限贼 斩哈姆斯朗 斩杀一走输 那个属于是对手翻了一个 也不算输吧 对对手就没想清楚 好那这边场攻压力 是越来越大了 而且还有榜章可以找射箭 这个德鲁已经解不过来了 一波未平一波优势 所以是加基森 拉罗横扫 能解什么呢 好像什么 也解不了什么 所以是加基森福根吗 GD 结果应该是死了 所以现在带轻易得的人 也是比较少 对 因为毒瘤太多了 就是海盗太多 海盗体系 你打哪个海盗 都不占便宜 是 可能好大一点 就是萨满可能还 也不好打 也不好打 你需要大横扫 或者像上把 其实那个德鲁已经 还算比较顺的 然后解着解着解着 还热死了 是是 14减40 那这就已经 假装不死呗 骗自己 自己那么多牌 对面那么多牌 一点成功拿不出来 那么修行现在也是 修行也可以右手 拿个板牛找个射箭 那不是右手第一张 但是馆长过上来的 馆长过的一种第一张 恭喜修行 现在这是2比1 进入赛点 那莫言这边 没什么会选的 还是清宇德 拿清宇德打宇宙树 对啊 他本来就想抓宇宙树 结果被反抓了 不过他有个贼 其实贼打宇宙树也还行 他现在是比分头后 有机会 对对对 麦塔稍微领先 那他有两个优势对决 对 那宇宙树现在其实 之所以能够稳定在 这样一提一的 这样一个地位 他现在还是很多变 然后这个卡组也是 是 没有什么死角 而且我们看到 这个他的宇宙树 是带一套斩杀的 有斩杀的话 打清宇德好大很多 打奇宇宙树倒是无所谓 因为基本上 不需要斩杀 活下来就是 但打清宇德的话 有斩杀差别很大的 好 这边算了 他的宇宙树是没有大王的 没有大王 不需要那么慢 有一个螺丝 现在普遍宇宙树 都会去掉一些大王啊 之类的牌 还有一种 低速的宇宙树 就是六费以上 对 只有雷诺跟山林 是 有奇区宫有的都不带了 失业成绩者 冤语成绩者有的 一般还是带一张的 对 这个女王 我觉得你想留巨人的话 就全换了吧 因为这三张牌 你都出不去 那你留着他干嘛用的 对 但他后手的话 就是三费的时候 可以下个怪 对 一份就先把这怪推开 有这个王林药剑 是可以考虑的 对 我觉得一份就把怪推开 但是梦想一波的话 我觉得可以考虑 找一个三二色 更厉害一点 对 很好 是 因为这个一二二 除了能解前两个清语 他留一个脏鼠 但我前面避免被蹭掉好多血 后边可以拉佳琪森 去破坏对面体系 你脏鼠打 清语德还是挺厉害 因为你拉哪个都是赚的 除了佳琪森就战后 我觉得七手留好像没必要 因为你七手留的牌 二非又不出 那就留着没意 你真别说 他这样硬不一出的话 对面是比较怪的 但是一旦拉出个佳琪森 就不知道怎么赢了 拉出过 哎呀 佳琪森来了 现在就再也不能出 所以二非肯定不能出 那就七手留 应该留吧 你为了三连也不能出 是 再抽一口了 雷诺来了 暂时没有用 雷诺一般是六费裸出的牌 因为对面打不到你血线的 好 那这边要把激活出来了 他不想 他有佳琪森的不想 这么用激活 那我抽一口 给你换了呗 抽一口换 可以 应该是这样 是 就掉一血嘛 上面有个福根 这个巨人没有威胁 现在宇宙数不好打了 出二费这个牌 可以不抽吗 好像也得出是吧 不抽一 不抽一 一分也不要再出了 这样稍微占个小场 可能不厉害 就是抽一口的话 还是抽一个好 因为四费的时候 下一个山领 刚好四费 对 抽一口的话 就下锅可以打一个三加二 也还不错 就是你这个王宇 少加一点血嘛 问题不是很大 不对 也是四分 不能四费 你只要抽一口才行 他抽一口的话 下锅和山领 其实是三费 他也不能再干嘛 对对对硬币 在立山领 也最好别挑 是 我行 可以出一个还是出吧 哦 他擦了一手 他一手 这儿都把血象加回来 去舒服 给现场舒服一点 他就是觉得李奶奶 可能我现在下个二 也没什么用 对 哈喽 这边出三领 这边出 可惜不能 甲根太要命了 还会爆张牌 不是 这总不可能硬币 在李奶奶 有可能 他可能会这么省吧 我觉得不太会 因为硬币 其实 在宇宙数来讲 很有用 而且才四费 是 就这时候用了硬币以后 对方本来领先 你一费了已经 你再用硬币的话 代表着永远不会 这一费了 对 反正不敢怎么样 先出 先来再说 出 还是要出 对 抽了后再考虑 要硬币的话 那是很机智 硬币的话 倒是防佛根了 防佛根爆牌了 但很奇怪的 就是 对吧 你 打因为你五费 也没什么事 干 你顶着一个四四 出一个二二 很傻 给人家扫 给人家愤怒 过牌 刚好把你打死 正常来说 都不会这么打 那只能爆一张牌 OK 那就是上 是法师也卖了吧 因为现在手里需要一些法师 去拿加几森刷牌 或者打成招野兵不是不可以 出两二十 出两个牌 是个没有用的牌 我去把横扫 还要留着梦想吗 去把横扫 加大楼档 的话 去承扫 三 哇 其实这买很关键 他修行的表情不太好 是 因为德鲁鱼很难处理 但是你五盒了之后 而且这个八八 只要站在场上 优势巨大 对 就是你出大怪 我不管你了 我直接等着砸就行了 情绪绽放肯定要交的 红扫加绽放 这样的话 能够早一回合去 走到成长的这样一个节奏 那就可以加几森一直留着了 留到成长的时候 留到十岁刷牌 那这个许法师就要尴尬了 因为小伙如果没有生物的话 再卖许法师要亏据节奏的 早点卖的话 可能能多贵张牌的好一些 主要你童许脏鼠也不行 这你能怎么卖 童许脏鼠没有击场方法 对啊 直接出脏鼠 拉出完了解不了 脏鼠抱经呢 脏鼠抱经 可是他不知道 对面手里是个加继酸 比如说我脏鼠 拉出了一个 我不想抱经的东西 比如636什么之类的 对 除766也不舒服 但是不解的话 也还不舒服 对 那直接搂出雷诺呢 好像也还行吧 至少场面压制你吧 但可能也不太行 很少会这么悬 那就我就童须找一个 零红火算了 童须黑色汤饭 找一个 童须黑色汤饭 找个零红火把 然后把零红火打了 因为我手牌多嘛 也可以 这么打可能好一点 也可以 不算太好 但是这么打算了 先把这个篮笼给他剪掉 对 要速度一点 因为有可能时间不够 对 对 哇 要拿我 但是我都不知道 那拿的是什么 我都没有看到 六百零 这个牌是什么 好像 那肯定是不怎么地 对 我还没有看清楚 这就死缠不打吗 嗯 他不打 他想下一个 万一我有个扭曲虚空之类 或者是7费加1费 就是7加1可以全解 那这个就是等于是 告诉人家 你来解我的 童须啊 那我 那肯定解 是啊 还真的挺不好解 不然的话 你死长将那个1 其实他需要牌 他都变脸解背 蓝龙来吃 蓝龙被卖掉了 因为他觉得 那个对面德鲁伊 不可能解不掉这个 这边续法肯定再卖了 不卖的话 一会儿又没牌了 然后 那就是硬着脱皮 要不然就自信刷一波 但是刷多的话 刷到什么 刷到红扫有用 其实能刷挺多牌的 加吉森 轻易绽放 把肺打到10 然后在那上 当他刷完了以后 可能就解不了同虚了吧 对 他没有变脸的话 对 就是如果一点 刷不出一张低费的法术的话 可能就 对 不舒服 那这回合应该是 打轻易绽放 然后卖个学法 图须肯定是要解的 对 变脸脸 这边 766可以返场了 是 或者他一点的话 是不是不上766 可以直接221撞 反正你就是一个R和一个E 我直接上点其他东西 有没有 我点其他也没什么好下的 哎 我们上一个2加5 不行 也可以啊 他上脏手可以这回合 对就上脏鼠了 拉出来的东西一般都解了 他这个许法师留着是不是防脏鼠啊 他一直不下原因 我一直想不出来 是不是就为了防脏鼠 也有可能 哇 好棒 这个打法真的是厉害 值得我们学习 真的 这要是拉一个加约3出来 感觉就崩了 对啊 本来预化很好的 如果现在可以不打766了 我们可以看到 摩尔吉祥这边 脸面无表情 感觉好像像是在 自己预料之中一样 这手确实打 打的是不错 对 那许法师 我一直觉得他该卖 但是他一直不卖 可能就是防脏鼠 那这就下一个二流打赏 嗯 然后四场一个 是 然后四场 就修行几边觉得还行 拉出一个不是很厉害的怪物 我觉得我能接受 但他不知道 他错过了一个重大减的机会 现在对面可以刷一张 能刷好多牌啊 大概四五张牌 但是他刷完了以后 不太好翻场 因为他的轻率刚涨到22 太低了 他刷完以后 还在结场 因为怪对面怪也挺厉害的 对对面随便就撞一下就没了 先打激活吧 先成长吧 成长以后 还有另外的费用 可以干其他事情 激活 也可行 都行 是 打不打激活是个尴尬点 激活先打了 没道理啊 你脸上脑子上加一分 为什么不打 他就打一个三加一 把这个四五解了 反正二六 你也转不过我加进三十 他打这个分洞吗 分洞加一也行 就是肺不舒服 但是如果有个娃娃神像的话就赚了 哇 这个也行 第一个灶第二 哇 激活来了 那不一样了 是的 现在可以自打激活加 那个什么了 哇 这波提起贼 真的不是提起得 真的是提起来的 不等人 哇 又来了 灶了 表他能刷了 这个地方肯定不会办法过了 这个地方一要损没办法要 因为你 而且章起来下午后就能翻场 是的 哇 我真的是 这波操作很亮眼 真的很亮眼 这边宇宙树必须得 没什么招 他只能出七六六啊 七六六加死蝉 然后打脸 是啊 争取打得快一点 嗯 他没有其他选择 抽的话 没有 没有什么 然后 这种你打 因为自己这样 场面上会好一些 就是 三七三你还是要解的 虽然说人家已经刷很多牌了 你就不需要了 但是 你不可能不解 是 如果你不解的话 他肯定有 他肯定可能 就是 他又不会疲劳死 但是真不解也 真的不行吗 就是我 真的不行 他万一抽到那个轻易护服 然后刷刷刷刷刷 对对 太困难了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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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 呃 这个情况 现在真的是术士不太要打了 对面很容易反场 因为有个六飞的黑亚在 这个黑亚非常厉害 艾亚 就他术士能不能摸到 比如说暗影烈焰 是 这样我能一边战场 然后一边很轻松的接场 然后压一个末日 压一个末日之后 到自己的大地 然后转杀这样 对 对 哦 他这边 出这个是什么目的 还是出这个 二十七先 你不出艾亚 你出墙 对 二十 他把点假释加呢 还是打呢 我觉得还是加价吧 有点亏 反正我来楼核草都解开了 这边就是 其他地的话 现在手里没有火车王 只捡了一个无面的费用 这下一套还是差很多的 够是够了 5加1加4 但是不太强 关键是这个 阿雅有点厉害 然后你又不能主动去碰的 你碰到碰着个5 是不叫个事啊 真尴尬很难受 而且这个23有点尴尬 谁都打不过 是当时要是拉出加棋森不一样 少购5张牌 拉出加棋森的话 应该就赢了 从手牌来看的话 就是机会会大好多 但是没有加一次那波那么强 会 这波考虑加大地 压个末日怎么样 大地压末日 对面打脸 要吃一个 那这样的话 就怕对面出两个滋养 但得把那个53给他减了 这个话 末日肯定能减掉 他这个会不会 快去下大地了吗 我觉得 两个火车王批击了吧 他想要加你来买吗 他可能要买一个墙 他可能三次吃33 然后把这个拿起来 拿这个 我肯定拿这个呀 因为这两个怪 都是一样的攻击力 就一样的血量 你拿一个大血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那这边蓝罗红扫是不舒服的 所以应该不会打蓝罗红扫 这会的打法非常关键 硬着头皮上个36加红扫算了 对啊 你有个墙 然后我就53撞一个 对 没所谓我出一个55一个66一个36强 对啊 这边剩一个 所以一个23和一个33吗 对一个22一个32吗 嗯 还被扫了一下 是 就这么打算了 嗯 打蓝龙的话有点太小 因为反场 还是没必要 现在是战场就行了 哦 这个好 蓝龙队横扫没有收益 对 这是这是第几个了 这是不是还是可以造 他排骨里应该还有蛮多的 因为他塞了两张进去 这个扫这个是什么 哦一样 这个地方 把车都变慢了一遍 不太 不过也还好吧 因为下边这边是 血块不血 血块跟不上了 血还好说就是场面打不回来了 有点 对 继续一张暗影链燃烧一波 嗯 烧完了 力大就消了 或者是扭曲虚空完了压个朴日 是 就是彼得反个场 只有这两种能反场的样子 那就先抽一口再看呗 不行的话上雷诺 这波先忍了 对 让扭曲虚空压末日 然后末日之后自己 目光龙大地 然后斩杀 对 就只能这样 这是唯一的一个奥斯吧 他刚才比回了一下自己的排骨 好像还有 现在应该是还有个十二三张 概率并不是很高 是的 抽一口雷诺 这回末日一卖 可能就不行了 或者他可能打算打一个 魔光龙加大地 这时候魔光龙大地的话 很容易被剪掉 对面场攻挺高的 挺好剪的 而且魔光龙大地的话 自己就要死了 太容易死了 可能不出雷诺的 但魔光龙加雷诺的话 其实也没什么太大压力 因为魔光龙的话 只有四股 对面每个怪都是 你十七八八几多 好 不这么大 雷诺还是要上吧 啊 他要抽一口 然后压魔日 也可以 也可以 可以 对 但这个双套奖有点烦热 是 就上面是 进销这边只要找到第二个 那个加八点甲 把这个洗衫了再抬起来的话 就完全不防你斩杀了可以 是 闭着眼睛往上书冠就可以了 红牙神效暂时不出 因为有雷有这个什么在 那就舞蹈继续滋养吧 对 你这滋养你就是路亏 滋养没有用啊 你肥都蛮大 这边星星感觉很的是摇了摇头 皮肤和双字眼太关键了 相当于末日下去 我好不容易 是 抢一个仙手还没有用 哦 西风来了 那么下 我觉得是要抽一口占大地了吧 四加六吧 我觉得目光龙架大地吧 对对 别抽了 就闯弓了什么一点 对 就赌一个神抽火车王 神抽火车王也必须打得死 万一你什么都没有 还接不了塔的 对 没有墙没有奶 有点梦想 接不了塔 对 对 对 这惨能什么样 对边肯定大地会解的 不管怎么样 然后那叫5 那就1加1加2加6可不可以 或者太一点的话 把这个刷出来也行 莆魁 莆手里的牌全是亮的 对 看着真可怕 而且最厉害的是什么 夏侯家人刷牌的时候 美国大概就是刷一个 一倍出一个好大好大的怪 他只出这个就可以了 他只出这个就行了 小伙就直接加金森刷这个了 哪个最亮点哪个 一一还有点爱事呢 可能都不太想亮这张牌 赶紧死去 他们神仙打架 你这楼楼上来干什么 是的 这边游戏西空 游戏西空以后只能是 没有意义了 这个游戏西空叫的已经 反不了任何场了 哎 暗影恋燕来了 还可以先立代暗影恋燕吗 可是立代再交了暗影恋燕 然后先生雷诺也不厉害 直接反不了场 反正肯定先斩杀怎么办 那游戏有个女王 立代有雷啊 你那个九九呢 撞九九啊 就撞一下然后再消 不要吓个雷诺 先这么糟糕感觉 对对 我一轮是一轮 不知道怎么 影响我出别的办法了 这个打到这个时候的话 真的是得的巨大优势 百分之九十九的胜率了一些 因为只要美活 安飞牌怪就赢了 我再就哄刷一次 一直噪一直噪就可以了 我觉得牌库里 可能都是这玩意 对啊 对啊 就你刷三成坏 你那有基本上全是这个了 因为现在就很很容易全是这个了 哎 这退化都退化不了 退化减一费嘛 这边是九九而已 那我就说说的玩嘛 你这边是个术士 反正是没得打了 这块如果有梦想的话 可以拿乌鸦神像掌场激活 再去摔下去 这个可能也不需要了 我真是爽 修行这边应该是跑了 他可以下坡一轮 算是不知道怎么赢 但是已经没有赢的机会了 对 这是一轮不在 这你满血好像 有没有什么卵 继续 哎卡拉夫斯真的是有梦想啊 再来个群体变阳 再回一轮 你来不及 你这回群体变阳出来 对面招三个特别熟了 太强了 就三十三 二五飞那张牌 是冰露几个怪 两个怪吧 两个 那就变阳加两个怪 不是三个 还有个三六 还能再回 也不好使 没什么意义 反正是 排序出现点小问题 应该先打乌鸦神像 不过不重要了已经 对他来说 这个乌鸦神像 有没有都不重要了 看看十飞有没有变阳 还很少超大十六十六 那五飞的话真的没有 没有用都没有 好像打四 人家打着都隔靴搔痒的感觉 我还要花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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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冰的两个怪不错 二比二 这很激烈 是 这就是罗塞典 非常关键的一局 对 果然这宇宙树 还被清语德抓了一下 再看看这个贼 这边的贼是单幸运币的 这样一个感觉 是的 其实这把最关键的 就是四飞好 我们又堆上个山岭上去 然后被斧跟掉 还爆了一个螺丝 不然那个螺丝 能够战一两个回合 能够解决一些争取 当时魔像还不够8-8 螺丝是砸谁 谁死的时候还行 当罗 当魔像一旦刷到99 10-10 你螺丝砸一个怪 都砸不死 那可能就不太行了 不过不得不说 这把魔像技巧打得真是非常好 他那个 血法 对 血法 那个血法特别关键 幸亏没听你的 是不是 幸亏没听过我的 但是跟来配合打比赛 就过两天就可以去穿 这个 大概非常好 我没有知道我们学习 特别是你 这个先手的山岭 你有没有控制 先手山岭我是绝对不留的 先手山岭你 他对脏鼠的喜好很大哦 对 那个脏鼠是可能是一个转折点 但是如果脏鼠能够拉到 加伊斯把他干掉 拉个大判 他真的留了山岭了 但山岭有什么可留的 你留了脏鼠 就是二岁可能要下 那山岭就一定下不去 他留脏鼠应该是不会下吧 他打贼的话不敢下脏鼠吧 人家一会别交海盗 你二活是必须要压魔神 那倒是的 那压了魔神 反正我都感觉先手的话 山岭很弱的 打一个盗贼 如果戳戳戳戳到四倍山岭 他即使没闷过我也要死了 对对对随便踢两个冷血 咚咚咚一撞 不知道怎么活 这边还别别来被刺 这边被刺或冷血都能解 但是没有 那就开刀打两个看不上了 换刀打两个过了吧 闷棍的话不太舒服吧 这个闷棍闷完了以后 他下回又下我还戒不了 是 闷棍的话是宇宙树的节奏 对 就是宇宙树这个开心 哎给闷了 那这边应该不会上高速 有一点机会 对雷诺才是 雷诺是有机会了 而且手里暗影剑红锡 扭曲熏空 都是非常好的牌 对 就这白石头流的起手 不太舒服 是梦想 有时间吧 不光我可能还好一点 是下回备 直接出压制你 不光龙4-5 4-6的 我先出来 你不能抽牌吧 这个5-4还是要解的 抽完牌下回5费的时候 你4费出这个白石头吗 你抽完了20打完15 然后你还得再出 他可能是这么想的 他想留着梦想 就是说 脏鼠加3费那个牌 可以减加积森 因为他既然其实有留脏鼠的话 他目的一定是真的加积森去的 包括你 现在手持有雷诺吗 摊一点摊一点了 就太干了 贼的暴发力太强了 那这边是不是要跳大饭了 果然跳大饭了 很尴尬 现在这活是到 是树式最尴尬的一瓶 因为这活是什么都干不了的 只能先抽一个爆金钥匙 把这个六月先搞一下 对 下回不死还能玩 倒是不会死 那个抽一口 我一定抽一口 抽吧 要不要上伤手 好也不行了 堵一下对手没有加积森 但是如果对面有加积森的话 就可以提前宣告死亡了 关键是上了以后 被他就有吃相当于挡了一脚 就挡一脚吧 也不太厉害 是 那就再探一手 这活应该是没死 还好 对面没有什么场空压力 对面可能打一下隐藏了 他直接打隐藏的话 就上雷诺 就只能上雷诺 要是不隐藏的话 可以扶手一脚 对 如果盗贼这个手排 一直鬼抽的话 他有机会的 有机会的 就一个加积森的问题 而且雷诺其实不敢闷的 你只能撞我 或者是不理我 不理 刺骨打掉吗 他手里还有隐藏 他再踢一门 这边需要墙啊有点 这边要活到18倍的话 可以打个柳极虚弓进去 对 你要再隐藏 你要不理我雷诺 再隐藏 我就出个脏数了 这个东西不错 正好是七牌的 哇 没什么用数 但他确实是没有用 他是主动方 他不会用这张牌的 他这波可以不隐藏吧 隐藏吗 隐藏的话 我觉得不隐藏 反正TOD不死 还可以扯一手加积森 是的 留个梦想 然后 红夕到大范 到这队的手牌 有点尴尬 这个死亡承照 是不是死亡承照左边 那个意义好一点 也不让他过牌 对 反正你现在法强队 这些人说是没有价值的 对 交了一个刺骨了 我场上没什么东西 这个谁还真是难受 万一给他尝个加积森 哇 也来了 但我没说 是没关系我就扭了呀 对 没有隐藏了 你有个激活 还行这波只能过个一段段 有个斯基大发的话 能再摔两段 如果没有的话基本上 哎 又来了 那也还能玩也都能玩 对 那边下次就是指着罗斯某 对 下次要不然罗斯 要不然就卡卡枯斯某 是 都还行 对 这边也应该是能再多刷一点 而且他们两个加积森 可能没多刷 现在没有刷 肯定是不能刷的 哎 去青海道先看一眼吧 如果有时间 应该是没得刷的 果然没得刷 把自己打了怎么样 消息人变大一点点 那感觉有点蠢 可能 那感觉有点蠢 那感觉有点蠢 你加积森跟五会法术 没什么愤怒 是的 就是真是个主意 只能这么打 好像也行 打个七和八出来 对啊 赚了呀 总比说占个一要想 这个一不知道干嘛用 也行 这活怎么打 这个还不错 这活修行是不可以抽一口 然后三费出巨人 四费出龙 不打了 想留着弹一点 对啊 你四加四是不是有点亏啊 你抽一口 四加四挺好的呀 要抽吗 抽的话是三加四 我觉得太贪了 我觉得四加四挺好的 我觉得打奇异贼可能 对 那点血 稍微多一点 对 因为对面有一张术士牌 两张术士牌 交过一个刺骨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就是你没必要抽 就是你的牌够多了 对 手牌够好 对 太塌了 卡扎顾斯也行 真的卡扎顾斯吗 因为我觉得这两怪大怪好 你要给他喝点大的压力 我觉得他现在这个飞龙 想用的时候再印 对 那他要出的话 应该就先出龙了 因为这样龙 他有点怕死 因为之前有一个情况是 那个他们为防 那个什么斩杀门 对 那个谁你也拒绝 这是哈姆斯朗那一招 对对对 他可能觉得有可能出现同样情况 也没什么问题 那这块有没有加进刷一下 闷棍加冷血呢 开刷吧 嗯 战一个44 你还真不一定解得了 甚至话 对 你的呼吸叫了 暴击药水没叫 有去青空叫了 你就剩个暴击药水能解了 或者火霜给我撞掉 对暗眼镜也没了 血 对对对 而且软一刷都是四级带发的话 可以冷血 击击击脸了 就这个有四级带发的话 可以把四五门回去冷血 替脸也行 被刺 被刺 被刺也是呢 不刺的凡击药 能多刷一张 是不是先把被刺好一点 我觉得是 火车光来了 没三张发 解是个要解的 不解的话 不白状了 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就是 能不能有其他的方式 就是四级带发闷 会闷回去 那这个卡扎库斯 可以印出来 忙忙多的拍解下一次 对 打五 变阳 对 什么都行 这肯定要印了 必须要印 不能看 对蛮好印的 对 我要是印到一个打四的话 就张署先把它拉着 是的 第一张没有用 拿一个 召五 第二张 变阳 变阳 变了刚好 他拿的 都兑五 应该是 应该是 准准了 还行 可能比撞众还好一点 不如打五 撞众的话 就自己 than i 3也没呢 多出个双数 多出个双数 拉个晃之王就转了 这边彼此还有一句话 那这边是打那个莫尔塞祸了 打莫尔塞祸挺好的 贝斯加莫尔塞祸全解 啊 他写那个五五 他要写五五吗 他本来就能写五五啊 哎 这个莫尔塞祸为啥留着呢 这张牌有有什么特殊的用处吗 对他五分有点卡啊 对啊 我感觉是打贝斯加莫尔塞祸 不准避兰龙 多卖个脸 然后一样吗 你其实也不好说 他留一莫尔塞祸 对边也很难算到 这边双臂蓝龙 那是莫尔塞祸 两点斩杀五分的 是 有什么用的 这边是不是要 占罗斯了 或者我先占脏鼠 因为你给我剩个三三 我三三可以戒火车祸 你看奇怪吧 你没有戴伊森了呀 如果有暗尔利安的话 肯定是出脏鼠的 力带暗尔利安了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戴伊森的 我会打贝 这张牌不错哦 我打脏鼠的 我不开玩笑 脏鼠干嘛用的 他可以同虚那个 七五六全给他剪 或者直接先出脏鼠 然后如果拉出的怪 但是有一个点亏 对 因为脏鼠加七五六 我是有点上帝视角 但是你要不要赌 因为你要不要赌他 因为他实际上 还有什么怪 我们想 戴伊森没了 碧蓝龙全在场上 不是 就假如他没有这个怪的话 你脏鼠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也是 那你能挡一下 挡 你这几下场就能 都能剪了 干嘛挡一下 我都想 也是 因为可能是受到了 上帝视角的一点影响 感觉上 因为如果能够拉到 火车鼠 其实可以选择出脏鼠 加这个七非的牌 因为对手 对啊 如果没牌的话 我也就大 都掉三点血 但是万一有个拉出 火车鼠的话 就更转意气 就转了 这敌遇就没有转杀了 是 给对方留个 他什么时候应该 还有一个盗墓飞贼 就是唯一这个 不吃死 不是这个 拉完六点贵 还有 对 其他的都是三个怪了 我记得是有一张 是 所以这边可能 是我有一点 武断了 好像除了那张牌以外 其他的都是三阶下怪 对 这我牌的也不亏 都是拉出了不亏的牌 只有很难打 那就打他打算 这么打的话 就是童虚加这个什么 全击 火车王龙血 交过一张 火车王龙血 屁股的话 是打14加变脸 就死了 但是他这样 他下火要叫杀了 这边肺不够啊 叫杀不了啊 就说我说这边宇宙树啊 闷棍啊 就说场面上是叫啥 如果对方不闷的话 对军期还有什么 确实确实不好 这个局面我好像见过 就是下一个766 然后闷棍又下一次 对对 再下一次然后死了 刚好死 跟你玩 这个真的很像 好像很熟悉 是是 但这个会后 我估计他不会下那个 再下766了 应该会上螺丝加张鼠 可不得好一点 是 螺丝加张鼠的话 拉出你火车 把你火车砸死的话 就基本上赢了 他应该非常希望能够抽到阿古斯 倒闪 像这个武飞的末日灾祸真的是卡手了 到现在为止就没有用了 已经 只能下锅多大量点血 他可以闷棍军心 下锅就可以火车王思一带发 对对对对 是一个意想不到的 这又是拿二级 又是拿军期来勾的你出这个 但这 哎这个这边我见过了 这也不能出了 那个兴行会不会在 会不会也下 也上一次这个档吧 应该不至于吧 那这你还算还有什么人 放进药水那我就肯定先输二十六了 我出二六的话 如果你出的火车王 出二六再输 对对吧 我大不了放进药水给你解了吧 因为你没有闷棍了 什么都能解了 那用的差不多了 就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的话 我是个墙你解不了我 对不对 如果你有什么的话我给你解了 我至少不用担心后边是对 先看看拉是什么再收拾 如果拉的不是火车王的话 你自己手里也没别的墙 如果手里有别的墙 我们都可以开心了 没增值是 那都行 因为你你那个地狱恋爱完了以后 你可能只能站个龙 那不如站个六 那这个地方如果提鼓的话 都会有脚伤的 反正还差一点 差两点血 他进来提鼓了 差两点血 但是主要是把冷血废了 对扭曲虚空然后看脸 是啊 那还是挺有机会的 他的机会是散针 他打招那个大哥就赢了 哦对对对武器大哥 还好不是要不然我要背锅了 是 这是你的队友啊 但是好像真的是只有一个重逢 是一口毒奶 招武器大哥就赢了 结果就没招出来 但是我去 因为他雷诺交过了下面 我觉得他只能变大王 死来呢 能先贴上面 能打一口 或者司机大发扭曲虚空 太扯了 对 那司机大发扭曲虚空 为什么一上来不打扭曲虚空 他要打扭曲虚空的话 我们想一想 他砍一刀是八点血 对吧 下火 再砍一刀 然后4加2是6 差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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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想出个大哥 那应该是结束了 第一点 他其实打得不错 想出了最后就可能有一种打法 是 恭喜一下 白泽的队友修行 是 3比2 然后还是艰难的战 从其中一个劣势队局中跑掉了 毕竟比分两线 领先吧 这场对局打的真是挺好的 就是两边都是打得很精彩 然后都是反正我是没看出来的 有一些我们就是后来 事后来看非常认可的就是 当时没有看出这个角色 为什么这么打 但是后边一看 哎真的 时间会给我们打 对 要不然他们在底下打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这边聊 那应该是我们差一点 但是不一样啊 去年最差的也在打 我们看现在是前两个小组 积分的这样一个状况 是 就是其实很简单 就赢击一分输击零分 就胜负的一个状况嘛 对 暂时还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要到后几天才有一期间可以聊的东西 对 因为第一轮之后反正肯定是赢的话 形势会好一些 对 但是还比较早 那么我们的热门 詹森周上来是0比1 然后像这边的话 小若基倒是1比0 开心吗 是 那么明天也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比赛 大家也看到了选手的这样一个名单 对 然后这是明天的一个赛程 从下午4点开始 明天继续有这个我们热爱的哈姆士郎选手 还有詹森周啊 小若基啊等等 包括乃嘎的 就是A组 B组的就是第二轮的这样一个比赛 是 那么两轮之后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大概来看一下形势 对 那么如果是2-0的话是非常有机会 除非后面2-3 那么后面如果你3-2的话 都是至少很有机会可以去打一场加赛 对 那么今天的比赛应该就是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吧 那今天的直播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看我们黄金公开赛 年终总决赛AB组第二轮的比赛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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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